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各位多倫多的觀眾好 今天有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因為呢 又是我Jason在這裏 這次我訪問的對象 又是Jason 新年快樂 我知道你這次 我跟其他藝人做訪問 通常都不是很相同 其他藝人會問 你這次來多倫多有什麼感覺 但這次我不是 我會問Jason 你這次回來有什麼感覺 其實很開心 每一次回來加拿大工作 感覺都是很溫暖 所以每一年回來都好像是冬天 因為自己本身的家人在這邊 還有很多讀書的朋友 同學仔那些都沒有回到香港 都很想念 每一次回來 其實都會前後盡可能 有幾多天放假的 就拿起來 這次再短一點 不過不要緊 都已經很足夠 那這次你回來多倫多 有什麼教作呢 這次回來多倫多 其實主力是做一個 歌唱比賽的嘉賓 那工作上面的呢 就是這一點 但是自己呢 最重要的對我來說就是滑雪 因為 香港沒有雪滑 那自己又會比較難 拿假去旅行滑雪 所以 所以 這次我回來 其實已經滑了兩次 這次 我知道你好像是 都會在一個 校園的歌唱比賽呢 裏面做這個 這個表演嘉賓 那其實你以往有沒有說 有些參賽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參賽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 呃 你在台上面唱歌的時候呢 如果在一個歌唱比賽的情況下呢 可能會容易些去緊張 就是容易些緊張 但是最重要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 呃 其實你要享受你在台上面的時刻 那你就自忽然可以唱得更棒 哎 你知道最有趣的是呢 今年其中有一個參賽者 Steven 如果我沒有記錯他的名字 應該是Steven 他是跟我2004年 同一屆的多人多新秀的 咦 還對 是啊 所以我看到他的時候 就是我看到他的樣子 在Fuster的時候 就 真的很開心 可以看到一些以前的戰友 那這次會不會特別去支持他 呃 當然會的 但是又不可以偏心 幸好 我自己本人都不是評判 但是 我會 就是我會想去聽一下他的表演 因為 你知道 我們大家當時一起 一起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其實 其實是想一起進步的 那到了幾年之後 又很想聽一下 就是究竟 大家又去到哪一個位置呢 有沒有些什麼可以交流一下 那這樣不如說一下你香港的動向吧 近來你在香港有什麼教作先 近來香港剛剛 十 月啊 還是十一月 出完碟 哈哈 是啊 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的時候出了碟 那跟著之後 就忘頒獎賴啊 那這樣 那之後 其實 接下來 是會想在三月左右 再出一隻碟 那 回到去之後 就要開始 錄音啊 那樣 那樣 說回一下你剛剛出的大碟 我見到你呢 形象有一個大突破 究竟 那個概念 是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那個概念是由 藝術主持人 阿滿 還有 這個 這個 的 Styling Jerry Nova 和阿沈 那去 去想的 那整件事 他們是想 Punk 少少 Rock 少少 在形象上面有一個轉變 那始終 入行幾年之後 已經 不 即不想再 保持著那個 比較 楊家男孩 陽光男孩 的image 所以就有這個 想法 那為了這個專輯 即為了這個 這一個 照片 其實 自己 要特地去減肥 那就是 他4月那時跟我說 不 他2月那時跟我說 就是要減了 那4月那時 就提我一次 總之呢 就用了兩個月的時間 去減 那我想那時候 都減了差不多20磅 因為 每一個冬天 我都會肥得很厲害 那 每一年 那個 那個 我猜 都有20磅 但現在 已經肥回10磅了 那 我猜 有一個 小朋友 我猜 那 我猜